来吧 今天的主题啊 退往吧 退往 真的大家先别退 因为我这高红呀 前段时间我还去演了独行乐球 所以我现在也是29亿票房先生了 所以今天比赛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 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 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 因为总共就三秒 就这大家周围的人还很羡慕 跟我说是至少 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 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 就拍这个电影 我都没落着去片场呀 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 拿这个摄像机对着我 拍了三分钟 给我说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 我都懵了 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 还是拍短视频了 结果电影一上映 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 而且这三秒还上了热搜 徐志胜在独行乐球上讲脱口秀 十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 关键是还有人在那夯了 说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 但志胜的演技疯神了 我都懵了 怎么都疯神了 我还没来得及演呢呀 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敢夸 我现在只要在网上发一些 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 至胜大帅哥 太帅了 至胜绝美 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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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你们都 把我夸恍惚了 真的 就有时候我都忍不住 去问我经理的 我说姐 我最近是不是变得 有点太好看了 真的 我就想听点真心 真心话 我今天跟我说说 这事没有 你就是华众俱宠 大家都爱看小丑 我说行了 讲 我清醒了 这个真心话 是真难听呀 我当时我都想 在我下边 都是大摔根了 那些爱豆下边 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然后我就去看了 我就发现 真的没有形容词 全是老公老公老公 用名词表形容呀 我当时就只剩下 一个底线 我就去看了看 广志的评论 发现也全是老公 甚至还有几个宝贝 我都梦了 我说我现在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 而且啊 而且大家真的是就是在网上这么夸我 我特别的不习惯 因为拍马屁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而且大家现在在网上这么夸 真的就把马屁都拍得通货膨胀了 就我身边同事都说 我现在夸得没网上好听 就关键网上喊的那些 我也说不出口呀 就以前啊 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讨好形人客 现在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费力不讨好形人客 但是夸人总比去吵架好 现在大家网上到处都在吵架 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修驴题的视频 就是把不好看的驴题和坏了的驴题修好嘛 对吧 真的就这在下边大家都在吵架 有说修驴题疼心疼驴的 有说修驴题不疼的 还有在那劝架说驴题肯定不疼 因为这修的是马蹄的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 下边这个一个夸奖的评论 说这个驴题修完之后 这是绝美呀 我当中蒙了这是个驴题呀 它怎么也绝美 它最多是脚美呀 真的我有时候挺羡慕这个驴的 有时候真的挺羡慕驴 因为它不会上网 就这些评价 它也听不到 你夸我也好骂我也好 爱说啥说啥 反正我的驴题是扎扎实实的变好了 至于你要非要问我的驴题 当时是怎么受伤的 可能就是踢了一些不该踢的脑袋吧 叫大家粉丝尔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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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